然后呢,把它绑在我们的鱼上面 稍微拉紧之后 稍微拉紧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鱼线呢,塞在我们的鱼塞里面 鱼鳍这个里面,让它卡住 来,这样子呢,就给它卡住了 这样才可以哦,不然没办法到时候呢,这个鱼耳丢下去呢 它就会脱落了,OK,它钓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 就直接呢,丢下去 海利鱼的部分,我们如果说你是钓花枝 还是钓这个红西鱼,我们就丢下去,给它吃就可以 它丢海利鱼的部分,丢下去 如果它咬到的时候,它有咬到 你发觉它咬到了你的大拇指,很快 你不要它一咬到,你就把线固定住 它这样子它会收口,它就不咬了 你就让它吞下去 那我们在后期,跳这个海利鱼的时候 因为海利鱼哪有力气 我们需要跟它用纏动的方式 你需要呢,慢慢收我们的线 你就先说,慢慢慢慢收紧收紧收紧 如果是它有在跟你拉扯的话,你就再放开 就跟它玩 我们慢慢放时间 就浩格大概5分钟,10分钟 浩格它没力的,就可以拉扯 那怎么拉扯呢 很简单 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的线收到最底 要收到最底哦 它现在还有算拉扯 嗯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